今天要講的範圍呢,是從36章開始 那這邊一開始講到是CopySet的部分 那最主要就是講ShadowCopy跟Decopy這件事情 這一節蠻短的就是怎麼樣把set做Copy的部分 然後有三種方法 第一用set method 第二就是重新做一個set 第三用ontuple的方式去產生一個set 新的set 那這個都是ShadowCopy的做法 那如果真的要用Decopy的話 就要就是importDecopy這個方法 然後去做Decopy 這個沒有打好 然後呢這邊就是他就是講到的這兩個東西 那ShadowCopy跟Decopy在前面的章節也講過很多次了 他就是要注意的重點就是ShadowCopy在複製的時候 如果更改到就是裡面的object要注意就是因為它是那個code by reference 所以有可能就是你改一個 然後其他的被複製就會一樣被影響 那如果要就是避免這個錯誤的話就是用Decopy的方式去做那個複製的部分 對然後37的37章節就是coding的部分 那這邊講師就是把就是建立一個class 然後當作set就是set裡面的 element去做比較 然後他首先就定一個person的那個class 就是他裡面有個name的那個屬性 對然後呢就是他就是創造了這個物件P1P2 然後比較就是ShadowCopy跟Decopy 對那這邊創造了P1跟P2 因為它是不同的物件嘛 對所以P1P2是False的 然後他就是print了兩個那個P1P2的那個hash 那個id出來 然後讓我們就是後面可以回頭參考用 那一開始就是用那三種方法 S1 S2 S3就是這三種copy的方式 需要copy的方式 然後3P1跟路它是不是相同的 它是不是S1 S2它是False 那是不同upj 它是不同upj 它的核心 它都是P1P2 然後 S7 然後呢 S1 S1 跟S3是不是相同upj 它不是 它是不同upj 然後它S1 等於S3它是True 然後是指是相同的 對 然後 這邊的話就是 要知道它是不是像 其實就是用兩個 P1是在S1裡面 然後P1是在S2裡面 然後P1是在S3裡面 對然後S1 S2 S3 Copy出來的方法 就是Copy出來的 就是這三個set是一樣的值 然後不同的object 那因為它是shadowcopy的話 今天我們把P1的name 改成mary 它就會 因為shadowcopy是code by reference 所以你現在改變了值 然後裡面的那個 那個 每個object的這個P1 也會跟著改變 那 這邊P4 這邊S4是前面需要Copy的 其中一個方法 然後比較寫在後面 然後這邊講到D copy 就是D copy的話 這邊就會 就會用D copy這個方法 上造S5的話 這邊就是它不同object 然後它的值也是不一樣的 那 這時候呢 欸 講師就是用了這個那個 那個 computation 去把 object 跟它的ID 寫出來 然後我們去比較說 哦 它是同樣的object 但是它的 ID 是 有看一下 喔 寫出來的話 ID寫出來 D copy的話 ID跟 ID就會不一樣 對 所以 講師在 這個部分 用那個computation的方法 把 object的內容 跟ID 印出來給大家看 然後 然後 最後 跟前面一樣 就是 我們打P2 的屬性 改成 改成另外一個 的值的時候呢 因為前面 S5 換掉 是 share copy 的方法 所以它的那個 P2的 改變的時候 用系列改變 那P5 P5的話 因為它是 D copy 的方法 我們用D copy 就是 複製過來的 所以當 P2被改變的話 不影響 S5的 值 對 這就是他們兩個的差 他們兩個的差異 對 然後 呃 然後 裏目的方法 的話 就是 因為它就是把 那個 Aermon 移除 所以不影響其他的 那個 set 就是 裡面的內容物 對 那 他講是 這邊有提到說 如果要 直接把 object 這個東西 當做 他的 參數的話 我們 clice 要記得 10座 就是 那 10座 其實 就是 就是 多做這兩個 就可以 多做這兩個 方法的話 就是 就可以去 執行 remove 然後裡面 就是 進去 這是 371的部分 那 38節的話 這邊 講到的是 4n set 那 這邊 主要是說 4n set 就是 它是一個 immutable set 就是 除了它 不能被變更以外 就它跟 set是有一樣的 屬性 然後跟行為 對 然後 但是 它的 還是可以被 改變的 就是 然後 第二個部分 是 就是 如果所有的 element 在 4n set 裡面就是 hashable的話 那這個 4n set 也是hashable 對 所以它就可以被 當作 在 Dictionary裡面 就可以被 當作 然後 它也可以 是另外一個 set的 對 然後 4n set 那個 它是 沒有辦法 就是用符號去表 就是創造 4n set 不能像 7 不能像 7 就是可以用 他包 就是用 符號去 創造 4n set 用 去創造出來 然後 然後 這邊就是講 是 舉例就是用 list 去取一個 用tubble 去 然後去 去 save 跟 save 的 那個 方式 就是 那個 看一下 嗯 在 在list裡面的話 因為它 這邊的話 嗯 list 是unhashable 所以它 這邊 被 產生一個 新的list的話 它 它是不是 它不是同一個 但是在tubble 在tubble的話 就是相同的內容物 它是相同 那今天用forn set 去產生相同內容物 它 它會是相同 它的原因就是跟tubble一樣 嗯 就是forn set 的 嗯 然後 講到 save operation 是 就是 它沒有更新的部分 跟前面 我們 但是幾集在那邊講話 它就是沒有更新 對 然後 這個 這個 分 emissin set 跟forn set 就是 就是 我的影片 打錯了 嗯 就是 它 特別是講說 如果 用forn set 然後 說出來的結果 它 或是 行別 那就是 看 這個 第一課的話 它 是什麼 行別 結果 是什麼行別 比如說 s1 是set的話 然後 s2 是forn set 那 就是 s1 就是以前面這個的行別為準 反過來就是如果這個是forn set 就是set 結果是forn set 對 然後 equality 跟 identity 的話 就是 等一下 我這邊就是講 就是 is 跟 就是等於等於 就是它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is在我們這邊就是 我們判斷它是不是相同的object 對 然後equality就是指相等就是true 對就是這個這邊講到的東西 那就是這邊的話就是在set的裡面跟forn set也是一樣 s1 s1等於123這個set 然後s2等於forn set 然後內容是123的話 它不是相同object 但是它只相同 對 在set裡面就是跟我們認知的那個運算結果是一樣的 對 然後 然後呢 這邊就有提到說就是 就是 那個 要做那個 計畫 這個就是catch的部分 對 然後它就是講是在演講裡面稍微提到的是 我們前面有用過那個lrucatch 這個decorator去使作有 有缺點 然後缺點 就稍微說明一下就是 當 當那個 嗯 那個 這個 Variable 就是 A1 B2 去第一次被catch 然後第二次它會retendcatch 但是當它那個位置變化的話呢 它會再計算一次就是沒有被catch 就是有這個缺點 那 coding的部分它就寫在多數 然後這邊基本上就是 然後這邊基本上就是 entanglement 把catch的部分 這些東西去 去 去 這邊 去這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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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的話 這樣 type 然後 它不是一個hashable 但是 4nset的話 它是 就是 它是 它是 4nset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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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3的話 就是 它可以是 就是 set of set 所以4nset可以把 一個s 然後 但是它是 unhashable 所以它這邊的話 就 太error 然後 比較的部分的話 這邊就是 s1 等於 23 然後 s2 s1 這邊 它不是相同hashable 但是 4nset的話 它就是 一樣的 然後 用 dcopy的方式的話 它不是相同hashable 那 運算型變的部分的話 好呢 這邊的話 看一下 s1 s2 它這邊的話 就是 就是要說明 就是它一樣 就是跟set一樣 就是有這些 就是 一樣的運算的結果 對 就是我們一樣可以 就是去做 那個連擊 對 那 運算的結果 就是 就是 就是它的行別 是跟著前面的這個 就是 今天我們是 s1 是4nset 所以 s3的結果 是一個4nset 那今天我們 s2放在前面的話 它 s4的結果 就是一個set 對 那 這邊的話 set 跟4nset 它 就是 它不是相同hashable 但是它只是一樣的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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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講師 就是 又是做了一個 那個 class 然後去 就是 來 操作 那個4nset 那 這邊就是 第一個 person的 那個 class 然後 產生兩個object 就是p1p2 那 因為 4nset 可以被拿來當作 那個 additioner的key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我們可以定義出這個ditioner出來 那 因為我們有 10做了那個 那個 key的這個 的 method 那 在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就是 越過一個 DunderEagle 跟DunderHash 就可以把它當作 當作那個 這邊 這邊 就是用這方式把它當作 key 然後為什麼會這樣子我 有一點 不明白 就是它就是 我們 10做的這個東西 就可以替代 Eagle DunderEagle 跟DunderHash 對 這個我再 看一下 然後 這個的話 就是 因為我們沒有10做 當的Eagle 跟當作 Hash 所以 這邊的話 p1 等於 就是 這個 它是不相等的 然後 p2 也是不同 就是p1 也是跟這個 object 是相等的 不同的object 對 然後 這個 就是 mary relation 對 然後它就是 講師這邊就是 帶領我們 就是 做我們自己一個 那個 catch的 類似catch catch的那個 方法出來 然後 它一開始就是 跟前面講師 先把那個 我們之前用 lrucatch這個方法 產生的弊端 給 做出來 就是 我們 用這個 decorator 就是 做這個方法 出發 然後 第一次的話 會有p1 a b 然後第二次 因為它被catch 所以只有4 第三次的話 因為它位置改變了 又發生了這個 就是又執行了一次 就它不是 直接catch 那 那 特別的話 如果說 lrucatch 的時候 基本上它就是 就是 把參數名稱做 在 decorator 裡面 所以 應該是這樣的關係 就是它 位置 位置變了 然後那個 t的那個 就是順序改變了 所以它 就是變化了 那接下來 它就帶著我們 就是 去做我們 自己的 那個 catch 對 那 這邊的話 我們定一個 那個 等一下喔 my function tool 的話 這邊 這邊 這邊的話 是說 我們先建議 另外一個 function 的時候 因為 它 它 它 是幫 常數名稱 的 當作 key 儲存在 addition裡面 然後 因為 list 是 unhashable 的 所以它 如果我們用 lru 去 這個 decorate的話 去 操作的話 這邊就出現 py arrow 就是 因為我們 我們把 的 傳數名 放出 list 所以 用它去 去把那個 就 把 這邊 就出現 hashable list 的部分 然後 就是 自製的方法 它這邊就是 舉例就是 我們去定義這個 就是 key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用 formset去把 那個 我們存進去的 存進去的 那個 關鍵字 當作 就是 小 key 9 catch 就是 我們 我們key 就是這些 它丟進來的 那些 那個 variable 當作key 那基本上的話 我們定義這個方法的話 就不會 因為我們是用 那個 這邊是 這邊的話就是因為它沒有 沒有順序的問題了 所以我們在使用它的話就會 就可以 避免就是我們用 LRU catch 的 產生那個小缺點 就是 當我們使用了這個 我們自製的master 的時候 第一次 就 catch 的 它的原本值 然後所以呼叫第二次 就是直接產生到catch的值 然後 位置改變 也是 因為 一樣就是沒有位置的問題 我們繼續 就是 return 我們catch的值 而不是再去重新執行的這個方法 對 對 對 因為我們這邊key的話是 就是 位置 不重要 對 然後 順序 第二個自製的方法 就是 在我們做 就是加總的時候 就是它這邊 順序不重要版本 而這邊那key這時候是用follow set去 就是做連擊 對 反正就是 哦我只要key在 有在裡面就好了 對 然後 所以這邊的話 他就是做出一個add的話 123跟321其實是 是相同結果 因為他的 他的key就是 就是 在這個123跟321的順序不重要 反正我只要就是有這三個 有123 跟這三個東西 就是同的key 然後 所以我就可以catch它 對 自製的第二個版本 那這邊主要是跟你說 我們也可以依照我們自己的需求 去做出這個 這個我們要catch的方法 對 好 這是39節的部分 那 第40節的話 這邊講的是 就是dictionary value的部分 那 他前面其實介紹說 從python python2 到python3 這個dictionary的 view是怎麼演變的 然後我這邊就 大概 大概三個小時 反正就是 我們最後就是 主要是看 dictionary 這三個就是dictionary view 就是 veries various 跟items 對 然後他們都是 iterable的 然後有一些 然後有一些 set的屬性 對 然後他同時也就是 就是跟set有一樣的行為 就是keys 的view 就是他永遠就是 跟set一樣 那 那個item有可能 就是跟set 有時候跟set一樣 他就是 假設他那個value 是 tetrable的 fissionary view的話 他永遠不會跟 set一樣 對 那 就反正就是因為key 他的值永遠不會 就是永遠不會變 對 然後 但是value有可能被改變 所以 這邊的話就會 講到 然後面講到 就是重點就是 在itever的時候 改變 dictionary的 的 裡面的東西 對 這樣子的話 就是會產生錯誤 對 然後coding的部分的話 就是這邊是第一個 個け 的 有些 其他 人類的 其他 畫面 的 其他 例被 外 然後那個 這邊我們這三個地區域 它就是會直接修正 還不會產生新的物體 就是更新的那這邊 所以就講到說我們現在改變Dictionary 選錯誤就是 假設我們今天有一個Dictionary 然後我們在做Iterable的話 我們同時刪除它 這時候 它是會被刪除的 就是一個Element 它就會立刻跳Error 就是跟你說 我們不能在Iterable的時候改變它的size 對 那個講師 一個大串都在講這個東西 就是叫我們不要在Iterable的時候去改變它的長度 那我可以紹介 它的Value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因為我們只是改Value而已 好 我們現在 那State的部分在這邊就講完了 大家有問題嗎 那我問一下 那個 就是剛剛那個自製的catch那邊啊 是不是 就算是自製的那個list一樣 是不能當就是不能當key的 因為它就是不能開始宣布 國際對 應該是說 應該是這樣子 應該是一定的enter 應該是這樣子啊 應該是這樣子啦 應該是這樣子啦 因為 因為他最後講到key list不能放 我以為他自製的可以 但後來仔細看應該還是不行 因為他就是不還學過 好 看一下如果 我玩玩遊戲 如果我去跑這樣子 用list去跑 看看自製的會不會可以跑 應該是不行 沒關係 就試試看 那這邊除了這個話 還有其他問題嗎 我應該就還好 對 那我什麼問題 掛覺的部分 掛覺 點不到 發覺的部分 這邊 就是一開始的問題描述 他其實就是提供要我們驗證 就是一個 我們常見可能要驗證 Jason這個格式 然後 現今有一些 就是 套件可以讓我們做 我們今天這個project的話 我們要手動完成 驗證這件事情 那 講師又提供一個temporary 就是裡面是一個那個 dictionary 然後裡面的key 然後還有他的key的那個 那個什麼 type 對 每一個key的type 對 然後我們 有三個測試資料 然後第一個是john 他 他有這些key 然後跟正確的資料行別 對 然後 第二個測試資料 然後他會 就是 就是沒有 不存在的一些key 就是有一個key要消失了 就是應該是這個吧 CT不見了 對 我們要把它驗證出來 然後 或是 錯誤的 Data 那我們要把他驗證出來 這是我們的 資料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要使做一個 然后去把利用template跟测试资料去比较 然后去把它做出来 那我们要的结果的话会是这样子的话 讲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今天被了这样的template 然后会产生一个空白的street的结果 然后如果要先试试像这个的话 它是一个消失的key的话没有产生fault 然后就跟我们说还是拿一个key不见的 然后它的key的root是长这样 是在这一个的底下的那个key 然后是头部的资料行别 才会跟你说我拿一个key的资料行别是错的 对然后最后是更好的做法是 把它做人deception 然后去取代就是我们产生cord跟street 就是产生true或false然后跟street的部分 对那因为我来不及地实作 所以我就直接看讲师的的实作了 它的思考有成就是就是写一个地回函数 因为我们要去把每一层的key都检查一次嘛 就是我们template就是有分层嘛 就是第一层然后第二层然后第三层 所以我们可能每一层的key都检查一次 然后在检查每一层key的时候 我们如果它下面这一层不是不是那个就是一般的行别 但是diction的话 我们就要继续往深就是深一点地方做检查 所以我们我们可以要写一个地回函数 然后因为我们要回传就是那个路径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有个记录路径的变数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检查 在template里面就是template 我们样本里面的必要的key是不是有存在 对存在在我们要测试的data里面 那今天假设我们value type是dictionary 就我们用地回就是去继续往里面做检查 那今天如果是我们value type是值的话 我们就直接判断说它的type是不是符合 我们template里面的预设值 对然后第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去定义说 这个key是不是存在 那这边就用set方法 就是我们用dictionaryview的方法 就是去把那个data跟就是template里面 就是正确的key都列出来 对啊因为在dictionaryview里面 就是它它是就是跟set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这种来插解的方式 去把说去把我们有没有多余的key 就是跟正确的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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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就是消失的key 然后这两个key去把它找出来 那今天去把这个就是如果正确的 就是如果正确的多余的key跟消失的key如果都是0的话 就是这边就跳就是跳过嘛 就是它就是正确的是true 然后它就会产生就是none的string 那如果它今天是真的有那个多余的key跟消失的key的存在的话 我们就去产生它就是就是前面的state就是false嘛 然后产生那个message就是我们消失的key是哪一些 对我们这边就是反正message就是我们用这个 就是这边是那个if-else的那个二元表示式的 然后就是它讲师就是写的蛮简洁的 但是用jord的方式去把所有的key印出来啊 然后去把这一个string给产生出来 然后那个多余的key的message也是一样 对然后这边就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去判断key是不是存在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当前面有讲到 如果就是当我们今天的value不是ditionary而是type 但是就是其他的状况的话就是我们要判断它的type是不是符合原本的 就是我们template里面的值 那我们就这边的话就是 呃这边就是在这边我们把那个我们template里面的key跟value找出来 那如果我们判断说它今天的那个type是ditionary 我们就就先 呃看一下type是ditionary的话 我们就是定义它这个template type是ditionary 那如果不是ditionary的话 我们就是template它就是这个那个value 那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把那个datatype里面的这个 那个再看一下 data type我们去抓这个检查的item的datatype的值去把它找出来 然后去判断说它的type是不是 它是不是它这个type是不是一样的 如果不不一样的话 我们就产生这个error message 对然后去回传 那如果今天都一样的话 就是一个一个检查完都一样的话 我们就return true跟none 对 那有了这两个方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 就是有一个函数 避回函数然后把它合并在一起 这边是就是call这个matchkey的messor 然后call这个matchtype的messor 去把它合并 然后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 处理那个多层的dictionary的部分 对那基本上就是如果 如果它今天是dictionary的话 如果我们这边是把那个是dictionary的key的话 把它都集合出来 然后集合出来在这个set里面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去处理 就是这些key 这些dictionary的key是哪一些 然后去开始去捞 开始去跑说 就是这一层的那个 dictionary的key的资料 对然后这时候也是把这个pass啊 然后temporary的东西都去做出来 然后去跑这个d回 然后如果有就是一样的话 就是如果有如果有错误的讯息 就产生出来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回传troop and not 那结果的话就是我们最后就是就是 就是validate这个 validate这个函数 这个这个messor我们定义的话就是去return 我们做出来这个d位函数 然后去跑说 去跑说 这三个 这三个我们过分 对那最后他就是 就是把那个 就是把那个 就是用那个 那个 就是用那个 然后 然后第五个部分就是讲诗这边 把改成的eception的部分 就是我们定义 三个 三个eception的那个 那个 类别 然后去把前面的两个messor就是 就是 就是当发生错的话 我们是race这个eception的 的资料 对就是当那个 比如说不符合key的话就是race这个schema key missmatch的这个eception 然后不符合的 type的话就是race这个schema type missmatch这个eception 然后第五个部分的话就是 他就是把它修正成 看一下 一样把那个错误的地方就是都交给eception 所以就处理了 所以他就把原本那个 type 就是那个String State跟String的部分就是给删除了 反正都是 所有问题就会交给eception去做处理 然后去最后就是改一下我们怎么定义 我们的valid的那个messor 然后去跑结果 那这边的话是 最后我们就可以用那个 就是我们try try跟eception的方式去 去处理我们的eception 就是当 就是当我发生错误的话 我们应该去做这样处理 printer print这个 这一个 我们想要的想要显示的东西 然后把eception的内容给print出来 那这个就是 背后改成eception的方式的 试试吗 OK 那个Project 1就讲到这边大问题吗 没有 因为我还没看到这边 没有人 ok 那个问题吗 没有的话今天就到这边哦 OK 谢谢分享 ok 也是快一小时了好大家晚安 可以休息了 大家晚安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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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